台資大道 林鐵營 何文堅 美股股市三個主要指數都做好 日本股市今週下跌了369點下 37,994美元 日元143.81 大家關注的焦點當然是現在的營商環境 走勢會是怎樣 我們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最近大家都關注 行政會議成員 亦是經文聯的副主席林健鋒議員和我們談談 早安 林議員 早安 大家最近都熱烈關注中小企方面的營商問題 特別在職科隆的情況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和三間發售銀行 都很快在上星期五十一時多時間 開了記者會 討論中小企融資和按揭事宜的事宜 三間銀行都清楚確認 並沒有改變對中小企融資的風險為納 都想問回林健鋒現在中小企面對的問題是甚麼呢 最近大家我們講的 Colong的情況 既然金管局和三間發售銀行都出來了 就怕一定心軟 是否對於整個氣氛都會很快些呢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中小企確實反映他們在總資方面是有困難的 最近我們香港總小企都做了個調查 77%的香港中小企業務狀況 仍然是未恢復到疫情的水平的 當中有大約是40%的中小企 更預期今年的經營額是會再跌一些的 那他們74%的受訪的企業 他們都認為資金周轉是最大的困難的 所以今次金管局聯同三間發售銀行出來 作出這個承諾 我覺得是舒緩了那個情況的 那當然希望他們嚴格執行 最重要的是銀行那方面 他們這個信息是可以上傳下達 因為最慘的過去我聽到的就是 做前線那些一接觸到這些情況 他們就有可能有些批多了要求 所以令到有些審批的程序就長了 令到他們在融資方面是出現一些困難的 但是擔不擔心 好像特首說8%的貸款 他說道德風險 銀行如果那些借貸太過鬆手 引發可能有人攬借 或者最後又要結業 甚至乎拖延了本身經營狀況的 根本病患被拖後了 那這個情況會發生呢 如果是有些濫用的 我覺得一定要嚴查 因為這些影響到有些有需要的人 因為確實我不可以說完全沒有這樣的個案 但是需要融資的也有很多 因為未來接著幾個月 譬如你出口製造都是半季來的 那有可能他們都需要更多的資金去周轉的 那現在當然他說暫時未想再恢復100%的大安保 但是仍然有80%和90%的 那我覺得那裡都可以幫到的 但是我覺得最幫助到這些眾小企的 就是那個環式和環本 因為過去來說呢 在這個困難的時間 只敢周轉困難的時間 如果你容許它一段時間 只是環式和環本 是幫助它們繼續生存的 那所以我希望呢 這個可以再延長12個月 那我覺得可以幫助到它 在這個復甦的情況下呢 是幫助到明天2025年的經濟振興的 嗯 剛才你說希望這個環式和環本的政策 可以延長多12個月 即是一年左右的時間 那其實呢 實際來說 是不是大家都看呢 即是未來這一年呢 都是經濟的環境 未必真的令到中小企方面 可以完全復甦呢 當中其實它們對於前景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政府也都公佈了有一些數字出來 現在我自己也都接觸了有一些外國的朋友 那它們都已經決定了來香港 來開公司或者擴大它們的業務 那但是基於現在的地緣政治 和環球經濟 那所以它們就遲了少少 那再加上這個美國大選 那當然大家都看這個大選結果 都不會怎樣影響美國對香港的政策 那但是始終呢 這個也是拖慢了的 那我知道的呢 也都有好幾間歐洲 和東南亞的公司來香港 準備成立它們的地區總部 那這些呢都需要一些時間去做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呢 可能那個遊客旅客都會是多了來香港的 那如果有一些我現在再重出江湖 我現在要開一間店舖 那它都要一些資金去租店 訂貨或者請人等等 那所以那個流動資金是很需要的 那對於2025來講 那我覺得會比今年2024年是好的 嗯 但是最近那些清盤王走出來說 現在清盤的數字和狀況 真的比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還慘情 現在有些是說一棟棟的物業 都要被清盤官去接收 這個情況你總商會接觸到一些現在的足球面 已經不是說小市民了 是不是巨企都可能會受影響呢 我們講話最重要救中小企 因為它是我們香港的骨幹 但是你說得對 不是說只是中小企 現在很多中營或甚至中大營公司 都出現一些問題的 有些是地產有些是製造業 或者是零售都出現這些問題 我們就要盡量去救它 幫得一間就得一間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它是向以四五個月來講 它是需要走轉 如果它們可以倒過這個難關這段時間 它不是可以重生 向2025年繼續運作 如果那些大營一動動的那些 中小企就沒有這樣的資源 它最多都是安排自己家的主家樓 來做銀行的流動資金 我們看到這個不是說只是中小企 中營公司甚至中大營其實都出現這個問題 另外看金管局現在宣布和銀行工會 成立了聯合中小企融資專責小組 由個案和行業的層面進一步去推動 就是相關的工作 你至於怎樣對小組方面的期望 特別是中小企方面 其實又怎樣去面對 接下來這一年的經營環境 香港當然不至於這三間發鈔銀行 如果它們帶頭出來作出這個承諾 我們希望其它的銀行都嚴格執行指引 因為過去來說 不是集中向一兩間銀行 都有個別情況 還有成立了這個小組我覺得也有幫助 如果大家真的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 就可以向這個專責委員會 我們不要說投訴 希望要求它們處理 如果它處理到 我們希望它也用很快的速度去處理 就不要讓事情都拖得太久 而且它們也承諾如果有些申請 例如一些案件申請 它們兩個星期內就可以批出來 這個很有用的 過往我也聽到有一些個案件 就是比如這個案件的審批 幾個月都批不到出來 現在有一些成交不到 是的 要批定的情況 都很慘的 因為有些中小企它需要按摩托樓 又可能它因為周轉的情況 或其他原因它想買了這批樓 買那個它又做不到案件 變成成交不到 如果你說被銀行收了那批樓做銀主盤 有可能價錢就低於市價 那它更慘 所以我覺得這個指引和幾間 發鈔銀行出來承諾是有幫助的 有沒有提示給一些需要借貸的人 怎樣做好自己的信貸的信譽 這幾個月大家就正式看著你洗 立著複頭 就不會說真的一樣東西都順風順水的了 如果是有流動資金需要的 就盡早向銀行申請 即銀行都不是線行來的 對嗎 雖然說他們有些審批上出現一些情況 但他們都要按照一些審核程序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需要 就預早跟銀行商談有關的借貸 也都需要將一些前景 他們生意的前景 就向銀行解釋 如果這幾個月不好 你有些訂單 或者有些東西在恰談 在未來那幾個月發生的 我覺得銀行都會幫你的 嗯 你仔細看回接下來的施政報告 特別特首都在問各方面不同的意見 特別是代表中小企方面 你覺得特區政府有些甚麼可以做呢 令到推動整個經營環境會好一點 我覺得在這一方面就要全面看的 現在我們香港就不是說 一兩個行業出現困難 很多人都說飲食有人不上 那就不向香港消費了 其實其他那些行業都一樣出現這個問題 特別是工商界出口、製造、金融、證券 都很多公司倒閉了 所以我覺得特首他很關注的 在這裡我都跟他提出了一些意見 有一些可以幫一些特別的措施 我們不是叫政府去派錢 例如他做了很多工夫 出外招商人資去過不同的地方 他做完之後就輪到我們去看看能不能接到單 所以出口信用保險那裡 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加低個硬 甚至擴闊範圍 可以幫助到整接特首這些推廣活動 我們盡量參加這個考察或者去接觸商界 或者參加我們香港的戰艦會 都多一些資金去做 我覺得向這個方便會有幫助的 當然不要讓東西 好像用一個簡單的計算方式 減了就等於減了 有時是減減得加的 例如我們都提出一些措施 譬如是否可以減烈酒稅到零 因為這個可以增加香港的旅遊業、飲食業 甚至如果多了這些活動 我們香港可以成為一個 Auction Center 買了這個儲藏是香港來的 香港來的譬如我們現在控制的工廈都會有幫助 我覺得是要多方面的 當然人生、民生方面也要很關注 這個如果市民不安定的 企業都請不到人 但是如果企業做不運的 你又沒有工給他們做 所以每樣都是要一環 自不環要小心處理 當年香港取消紅酒稅 現在我們紅酒可以是貿易、交易拍賣的中心 世界數一數二的交易額 烈酒同樣都是這樣的效果 不是自己喝的 香港最好沒有銷售稅 又沒有其他複雜的稅項 所以來做買賣、展覽 世界一流 唯一就是現在百分百的烈酒稅 做不到這個市場出來 林健鋒這麼說 要一起 希望施政報告可以有好消息 今天我們謝謝林健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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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